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看一下这个是原先的series的做法 我们把刚才的population和area建一个data frame 这个意思就是说我去建一个data frame data frame的这一个valuable name也就是这个 原来是excel里面的A栏 B栏 我把它取名叫population 取成area 这个area其实population就是原先刚才的series 这个是面积还有后面的population 前面的population是人口 然后把它刚才那两个序列series 把它做data frame 当时的时候是单独的一个area 还记得吗 那他们的index都是一样 所以它把它bundle在一起 这个是index 加州人口数 加州人口数 还有它的面积的大小 这时候因为我们已经转成了data frame 所以说它的type 就是pandas里面的data frame 好那只要以后我们在处理的时候 data frame 我们大概就要去看它的colons 还有index 这是最重要 为什么colons 将来我们要投入哪些变数进去的时候 刚好在road map上有跟各位提到 对不对 鲍鱼里面有八个变数 对不对 对不对 性别高度 重量 总重 去壳的重量 share的重量 到最后的read 对不对 好 来看一下 好处是这样子 在Jupiter Notebook里面 我们是data frame的时候 它会做成像这样子 类似表单的方式 比较好看 而且在这个ecell里面 它可以去做 在colon上 它可以去做修正 它是convert 可以去看一下 做一个interactive table 可以试试看 以前好像没有这个功能 现在还有这个功能 你可以去做搜寻排序filter 其实这本来在我们的python里面就可以做到 你们再练习一下 这个回去可以玩玩看 可以去做filter 过滤的动作 但是我们现在的资料也只有这五笔而已 谢谢 还好 好 好 那来这边 再来就是几个名词 就是我们的 这要记得的话 这也是物件导向 我们state刚才已经 是我们data frame的名称 就叫做state state里面包含两个变数 一个是population 一个是area 两个变量 好 来请告诉我state里面的index是什么 就是刚才旁边的这个California Florida 一直到这个Texas 好 colors colors就是栏位的名称 header 这个很重要 这以后一定都会用到这个指令了 因为一定变数输入完之后 我们就去看这个栏位的名称是哪一些 好 有几个栏位 两个栏位 因为一个 两个 好 那接下来一样 这个就是 其实跟dictionary一样 这个是key value 对不对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要去用了 那因为是 这个是valuble name 也就是这个栏 这个很直的叫做栏 所以说我们可以直接引用这个data frame 就是state 然后colorn name 就可以秀它所有的资料 那我们以前要秀所有的资料的时候 你还记不记得我们怎么做 空格冒号 空格斗碟 后面假设 这一个应该是1 还记不记得 可不可以mapping到这个 以前我们前面用numpi的时候 用 用 用这个 我就写给各位看 都不写 然后 not how 是不是所有的 所有的 observation 所有的观测值 全部给我 然后我现在要找第二行 第二行的它index就是1 好 看到没有 是这样子 napping 好 那 我们现在 因为data frame 它已经有这个 栏位的名称了 所以说我们直接用栏位的名称更好 更方便 好 它会秀出来这一个栏位 而且index也会给你 好 好 那population一样 好 我两个都要出来 那就 两个 好 特别 看到这个跟这上面有什么差别 这个跟这个有什么差别 特别要注意 当我是两个值的时候 你一定要把它变成一个list的观念 你没有用list的观念来看一下 我看后面有没有 对 对 这边 我的直觉想法 我就是要用population跟area net去秀出它所有的资料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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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记不记得 还记不记得 R的时候我们可能是用C 花糊 把这两个 两位名称combine在一起 C就是combination combine的意思 好 那一样我们这边呢 做法呢 就是要再多一个中花 好 把要的这个名称 放在里面 好 等一下这边你们练习一下 好 其实就是这个想穿的就是一个list 丢list里面有两个来位 那当然现在是刚好只有两个了 那以后 等一下我会就让各位这边练习 会用刚才的鲍鱼的资料局来练习 因为这边基本的讲完就要演练一下 看一看 好 好 这个建构的话 就大概看一下好了 因为基本上我们不会真正去建构了 建构的时候就是用data frame 建构一个array 就是用numpy的array 好 那只是这个我特别指定它的colour name 就是population 好 跟字典里面一样 这边就类习一下 这边 原则上我们不会自行建 都可以去看一下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一样 一直都在谈到index index 为什么 因为在大数据分析的时候 资料量太大了 我们不可能有时候要找到相对的资料出来 就要用index 关联把它索引出来 找需要的值出来 好 那来看一下 pandas的index 就是第2个 opstep 条2 这个都跟前面的很类似了 好 先来看一下 刚才这个已经取成了这一个 这个pd的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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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有一些size的大小是多少 它的shape是多少 shape就是只有1 因为是一维的 n dimension 5 5 后面没有写是代表5个数 因为是一维 那这个是n dimension 它是一维的 就是在这里 这只是类似像序列一样方式的 这只是类似像序列一样方式的 好 那这边呢就是做一些的差级交集的处理了 那这边就有的时候会用到其实跟我们之前在初接班的时候的交集联集对不对 插集这边就可以执行联集一下 好 这边其实还好 好 OK 那这边是等一下 因为一整天下来真的也蛮累的 请各位呢 这边就是我整理了一些 请各位呢 再把它执行一下 麻烦再看一下 那所以说呢 等一下我们大概就 呃 四点了 我们大概就 请大概 也正面休息一下 那大概这边呢 请各位多练习一下 就是从这个地方一直练习到 这边index都一样 好 都完全一模一样 好 麻烦各位就练习到 然后这个pick的也一样 那个资料集是一样 跟前面的一样 那我们最后的半个小时 我们就进行 这一个 aggregation 其实跟前面有一样 最重要的是在这个grouping 好 那这个grouping也就是下个礼拜 我们会有一个案例给各位看 然后原来 这个python的这个功力 就越来越厉害了 这基本的大家看一看 会有一点小睡觉 睡觉 但是有grouping 之后就发觉到 哦 还不错 那下礼拜我们刚好 今天会讲完grouping 怎么做 下礼拜我们会有一个案例给各位看 好 那请各位 大概就半个小时的实习 好不好 这边就各位看一看 前面刚才的演练一下 大概剩下最后半个小时 我们就把最后这个精华 grouping 跟各位去加 好 好 好 有 有 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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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